那我們把握時間趕快來為聽眾朋友們來做解答問題 有一個聽眾給我們留言 他說這幾天看到大華超市門口的這兩位夫婦呢 因為就是有被這個遇到搶劫 在停車場遇到搶劫 那事情一直在發酵喔 我們來請導播放一下這個影片好不好 是的 是的 因為這個影片看起來是真的蠻驚人蠻恐怖的喔 那我們就是很擔心說如果自己遇到這樣的情況怎麼辦 我自己本身是休假休了兩個禮拜喔 所以在過去兩個禮拜都是搭妹來做這個無事不登三寶店 但我一回到洛杉磯這個家裡的乾糧都沒了 趕快衝去超市想說補一點喔 但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事件 變成我在停車場停車的時候 別人也很小心我我也很小心別人 好像要去買個東西都是有點緊張都是冒著這個風險喔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能夠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呢 我們的這個小天使今天幫我們安排喔 這是洛杉磯陷警局的這個 七警官來做解答 我們有請七警官的答案 警方的立場我認為大家 因為歹徒手上有武器 我是不建議大家去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大家可以在外面的時候 在安全的距離以外 可以去打電話報警 或者是大聲呼救 好讓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也許這樣子會把歹徒的注意力分散一點 當然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您的命絕對是比較值錢 好所有的財務這些都可以再去買 好或是說可以找回來 所以說我建議大家 絕對不要跟自己的生命過不去 還有當然就是說 您在外出的時候 有一些措施您可以先做到的 比如說不要帶皮包 不要帶貴重的手勢 然後呢可以身上放一點點現金 然後是用信用卡在外面購物的時候 還有呢就是說如果真的是碰到了這種情形呢 除了就是說您不要抵抗以外 我建議就是說 我知道這種情況大家都非常緊張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希望您盡量鎮定 如果您可以記下來 歹徒的一些比較特別的特徵也好 車牌號碼也好 還有它是屬於哪一個族一的 這些以後對我們警方辦案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謝謝我們七警官的一個解答 說實在的真的有時候去超市 你難免都還是會拿一些包包嗎 因為你要裝手機 你要裝鑰匙 你還要裝你的皮夾 那現在如果我們要少帶一點包包 或者是呢 直接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啦 我的手機就握在手上 裡面的信用卡是藏在我手機殼裡面 那我自己的家長呢 他是用這種 那叫什麼皮夾式的包裝是不是 他是平常這樣蓋起來 一打開的話 他裡面是夾他的信用卡 跟他的錢 那就簡單握在手上 然後一手拿鑰匙 快狠準的去 但我自己有發現 這樣的一個麻煩 因為鑰匙這東西其實也要好好保存喔 那真的啦 很難避免 你還是要準備一個小包包 把東西都是規劃好 整理好喔 那就是盡量不要露白囉 這個七警官的這個建議 讓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我們都可以互相提醒 有時候家裡有一些爸爸媽媽 有一些長輩朋友們 可能不清楚喔 你這要千交代萬交代 大家互相幫忙才可以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